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选择要不要加辣 蛋要不要熟 我最推荐的是半熟蛋加小辣 饼皮除了很酥脆 也很Q彈喔 哦 你看 这个蛋 这个饼 很好吃 第二站是咖喱面包 来买的人一样很多 但是因为它有事先炸好 所以不用排队 味道跟口感我觉得很不错 如果咖喱馅料能多一点会更好啦 还有啊 它不太烫 是温温的 所以如果现在应该会更好吃喔 好 第三站来个咖啡厅吗 这是一间小小温馨的咖啡厅 里面有两只很可爱的猫咪 你看你看 超可爱的 甜甜主要是各种口味的塔 选择很多 害我犹豫了很久 低香饮料我们点了冰拿铁和冰抹茶 是无糖无奶的抹茶本人哦 蒸果巧克力塔的蒸果味很浓郁 我很喜欢 不过相较之下呢 芋泥奶油就比较淡一点点 这是一间我吃过最特别的拉面店 它是花恋人推荐给我的 它的营业时间很少 周休二日 每天只有开四个小时 中午跟晚上各两个小时 但重点是它整间店非常安静 这个是小份的鸡豚拉面 由鸡骨 豚骨 蔬菜和干货熬煮的汤饼 店里很安静 但是会放一些古典音乐 很特别吧 这个是正常份量的黑潮拉面 汤底另外加入了墨鱼 鱼干 黑芝麻等食材来熬煮 糖心蛋很赞 这个我很喜欢 但我必须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拉面有点太过浓郁了 对我来说小碗我都没有办法吃碗汤 点点搭配的是三枚糖的焦糖布丁 口感香甜绵密 很好吃 有太贝糖的风味喔 这个是在火车站后面的阿亮鸡排 也是在地人大推的炸鸡排 一定要点鸡排 百叶豆腐 杏鲍菇 分量超多 而且现炸的超香 你看看这个鸡排还在冒烟 外皮很酥脆 里面很软嫩 很juicy 很好吃 而且我个人超喜欢这个杏鲍菇 当然 来到花莲一定要吃一下扁食喔 店里除了扁食也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我分不太出来各家的差异啦 不过我觉得代季的皮薄肉嫩 是好吃的 我个人很喜欢这间蚵仔煎 假日通常都是要排队的啦 每次看到老板做的蚵仔煎我都觉得很疗愈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特制的酱 有点类似甜辣酱的味道 蚵仔煎里面的蔬菜也很多 只是一年比一年贵 以前第一次吃的时候才50块 现在一份要65了 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咯 这家店有很多明星艺人的照片 特色是这份冰造型就像是一个派 里面的薄型粉源有很多口味 基本上每一口可能都会有惊喜 但我个人是觉得 好 这边太甜了 这是一间平价握寿司 装潢厉害就算了 寿司真的很猛 你看看 这个后切鲑鱼超巨大 哦 哇 麟鱼很鲜甜 鲑鱼很鲜甜我超爱的 鲑鱼超好吃喔 我是很可以吃芥末的人 他们的芥末很强 因为我平常吃生鱼片 我会加厚厚的一层芥末 我很久没有吃到 就是眼泪会掉下来 然后今天吃到眼泪掉下来 厉害的芥末 这个是起司牛肉 好浓哦 还点了烤竹家鱼 味噌汤 吃超级饱 不用一千块 大推大推 这个是北方口味的面片面条 这是招牌大卤面片 那我个人更喜欢这个炸酱面 味道很足够 而且我喜欢里面有豆干丁还有小黄瓜丁 口感就很棒很丰富 吃起来也很饱哦 好终于来到最后一站了 嘎多喜咖喱专卖店 店里面很宽敞舒适还有饮料吧 餐点是属于减餐的类型 除了咖喱饭以外 还有小菜跟点心 这一大颗是牛肉炸蛋咖喱面包 这家店的份量很多耶 其实有吓到我 面包里面是满满的千丝起司 超香 牛肉很嫩 还有附一碗咖喱酱汁 这个咖喱鸡的鸡肉也很多 而且很嫩 我很喜欢这种有点微辣的咖喱 很香 这个杏鲍菇居然是 芥末章鱼那种口味超好吃 而且小铜楼梢是芋泥的 这一趟吃吃喝喝的旅程 就要结束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心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记按下订阅与小铃铛 继续支持我做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咖喱银铁 B 哇 我的眼泪掉下来 小铁喱铁 B I can't see your food 未来怎么要游泰 我眼泪掉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